會有什麼煩惱或容貌焦慮之類的問題嗎 就是有一陣子Dcard在抨擊我的時候 我覺得那陣子可能容貌焦慮稍微有一點點 自己藝人在國外長期生活的心情調適 到美國之後 所有事情都自己來嘛 所以你會學到很多 就是至少我自己在台灣 然後可能住家裡的時候 完全不會學會的事情 請問是跟先前的男友分手了嗎 歡迎收看Kellyshadow 我是Kellys 我們的頻道呢 再經過了一年九個月之後 終於達到了十萬訂閱啦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里程碑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做這個 十萬訂閱的Q&A 距離我上次做Q&A也已經好幾個月 不知道有沒有一年了 所以我就來做一個updated version 但是在我進入Q&A之前呢 我突然發現我都從來 還沒有幫我的觀眾取過名字 因為之前就會覺得 我是不是還是一個太小的creator 就是幫觀眾取名會不會有點cringe 但是現在十萬是一個 可以幫觀眾取名的門檻了嗎 我不知道 大家如果有想到什麼建議的話 請留言告訴我 我在IG上搜集了大家的問題 然後我把問題大致分成了幾個類別 第一個是關於工作 第二個是關於學業學校 然後再來是關於保養 然後還有關於感情 最後是一個其他的類別 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第一個是問說 在矽谷生活壓力會很大嗎 喜歡矽谷還是紐約 因為這裡是真的很high cost of living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在錢的方面 可能會有一點壓力 就是如果你的收入不是特別特別高的族群 或者是就是你還是新手 剛在理財的階段 剛進入社會的時候 我覺得這裡收的東西真的很貴 就是不管是你的房租啊 你吃東西啊 那些你每個月每個月 就是一直要繳出來的錢 你如果想像就是你被Lay off 然後你沒有一個Emergency Fund什麼的 就是我覺得錢 會是一個住在這邊蠻大的壓力的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覺得這裡的Vibe 很多時候更settled一點 而且因為紐約的人比較少開車 所以很常夜生活 你可以就出去酒吧喝個酒啊什麼 你就不用擔心開車的問題 這兩邊我覺得是一個 有那種很喧囂的感覺 然後這邊就是 我一直都覺得是那種 更settled的那種家庭的氣氛 我覺得各有各的好吧 我覺得紐約如果我ever想要去住的話 我可能會想要我年輕的時候 就是可能20幾歲的時候 去住個幾年 體驗一下那裡的生活就好了 如果我已經30幾歲 40幾歲的時候 我可能會嫌那裡有點too much going on 就是有點太喧囂了 所以我可能不會想要常住 但是我也就是not opposed to 就是去那邊體驗一下生活 如果就是我的工作 剛好happen to be in紐約的話 我覺得一切還是以工作為重 第二個我選了一個 哇很heavy的問題 就是what's your life goal 我想要找到就是一個 我很enjoy做的工作 或是我很enjoy投入的事情 不管這個事情是不是收益很大 回報很大 如果我做的時候 是我很喜歡 然後我很盡心心力 然後我從當中得到的成就感 是很大的的話 我覺得這就會是 我很想要長期持續做的事情 然後再來有人問說 我的職業規劃到幾年後呢 我是一個超級喜歡planning的人 我覺得有一個plan 就是會給我一種很安定的感覺 可能我想到三到五年後是差不多吧 但是我也就是keep一個open mind 覺得我現在想好的東西就是 不一定是最後真的會發生的 只是因為我很喜歡planning 所以我還是會先想好 再來有人問我說打算幾歲退休 我也沒有一個明確的timeline 只是我覺得我會一直希望 我自己是有在工作的狀態 就是有在做對這個社會有付出 然後對我自身有回報的事情 然後再來有人問說 退休後會想搬回台灣嗎 這個問題其實我get超級多 就是各種形式的問這個問題 問我會不會想回台灣 不管是工作還是退休以後還是什麼 就是看我長期想要在哪裡 短期內是沒有要回台灣的計畫 就是我還是會待在這邊工作 但是你說真的長期或是 生活中的很多變化 都是我沒有辦法預測的 很遠很遠的事情 我就比較順其自然 再來進入第二個類別 就是關於學業關於學校的 有人問我說會想繼續讀研究所嗎 覺得有需要嗎 研究所這件事情 我目前沒有規劃要念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ever想要念的話 一定是我真的想要 嘗試一個新的領域 然後我覺得那個領域 有很多我不懂的東西 或者是我從工作中沒有辦法學來的 或者是我很想要進入某一個行業 但是那個行業 我沒有一個學歷進不去的 就是我真的很clear 我有一個需要的時候 我才會去念 然後再來是問 覺得自己未來會走學術嗎 做研究的過程 我自己覺得 那可能不是我最有熱忱的事情 所以暫時沒有規劃要走學術 然後再來是有人問說 就讀UC應該四年上滿 多修一點專業課 還是找畢業早點接觸行業 從實作中學習 我自己是早畢業的 我覺得早畢業很好 因為你如果目標是想要當軟體工程師 然後在industry工作的話 那你有實作經驗是非常非常valuable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課都 就是該修都修完了 然後沒有你真的就是 你不修到會超級後悔的課的話 你早畢業早點開始工作 然後早點有這些工作的經驗 我覺得非常的有幫助 還有人問說 當初是怎麼決定要報考哪些學校呢 我覺得因為我申請的是undergrad 我覺得undergrad是比較看 就是這個學校整體的表現怎麼樣 就是研究所或者是你要唸博士的話 就很看這個學校的這個particular科系 或者你是博士 你要跟一個教授的話 很看這particular教授好不好嗎 Obviously很多學校都有它就是最強的東西 然後如果這個最強的東西 剛好是你要的 那這個學校就是一個很好的fit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看我是怎麼選的話 我把你導到別置video 放在這個資訊卡裡面 再來呢有人問說 如果回到大學選系時還會選資工嗎 我覺得會啊 因為我現在還蠻enjoy我在做的事情的 然後我覺得CS也確實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然後我也很滿意我現在在的industry 現在的工作什麼的 所以如果重來一次的話 會再選資工 接下來進入保養類的 就是關於我的什麼身材啊 皮膚啊 頭髮啊等等 OK第一個就是問我說 美食當前怎麼保持身材的 我有做健身的video了嗎 一樣放在資訊卡 沒有看的話記得去看 我現在一週大概就是健身兩到三次 所以我覺得健身主要對我來說 可能是增肌吧 然後另一方面就是我也想減脂 我沒有什麼忌口 我是盡量就是不要吃澱粉 或者真的吃的話就吃一點點 就如果真的吃那種很鹹 像是那種什麼麻辣鍋啊什麼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吃飯的話 我就會只吃一點點這樣 然後還有人問說你是怎麼保養皮膚呢 每次看狀態都很好 謝謝 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最愛用的化妝水 我都會用流津水 就是IPSA的 然後serum我還是最愛用小中瓶 然後乳霜我會一直換 而且冬天可能會用比較重的 夏天用比較輕的 或夏天如果很容易出油的話 就根本不用乳霜 我覺得會有點堵塞住 防曬也要做好 我自己有時候也會很懶 但是防曬真的是要防止皮膚老化 所以很重要 我之後真的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再拍詳細一點 然後再來常買的衣服品牌 我超級愛買台灣的網拍的 因為美國就是很貴啊 但美國我還是會逛啦 可能像Arizia Other Stories 你知道就是那些比較大的 連鎖的衣服的牌子 然後台灣的話 我會逛很多網拍 我每次回去都會買一堆 Where to eat Beejee 然後Airspace 或者我也很愛逛什麼 Bershka 就是那些信義區的各種店 或我也很愛逛東區或中山區的那些小店 怎麼保養整理頭髮 基本上我就是洗完頭 一定會用潤髮或者是髮膜 用完之後用髮油 我通常都是用摩洛哥髮油 或者是Sconus 然後怎麼整理的話 其實通常剛洗完的時候 因為我很常是指髮 如果真的翹啊 或你想弄捲的話 我 either就是用指髮梳 指髮夾 我現在幾乎都是用Taymo的指髮梳 或者你就用電鎚棒 然後這樣子捲 但是因為捲要比較久 所以我通常很懶 我只有就是 真的想要Dress Up的時候才會捲頭髮 再來呢 有人問說會有什麼煩惱 或容貌焦慮之類的問題嗎 容貌焦慮我之前好像稍微有提到過 但是我覺得現在已經越來越少了 我那時候好像有講到說 就是有一陣子 Dcard在抨擊我的時候 我覺得那陣子可能容貌焦慮稍微有一點點 但是現在已經越來越Comfortable了 當然就是不是說我覺得我自己很漂亮或什麼 我沒有覺得我自己很漂亮 但是我也不太會一直很擔心外表的事情 再來呢就進入到感情 其實感情真的是太多人問了 但是問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只整理出一題 那就是有人問說 請問是跟先前的男友分手了嗎 那對 就是在去年的時候就已經分開了 所以可能不會再在我頻道上看到他出現 那就祝福他一切都好 進入最後一個其他的Category 第一個是想請問Vlog拍攝的要點 我覺得每個人真的要摸索出自己的方法 對我來說 我會先在我的腦子裡面想好一個大概的腳本 我不一定會把腳本真的寫出來 如果只是我自己要看的話 我覺得在我腦袋裡就好 我不需要真的練 可能如果我要拍映日Vlog的話 我會知道我這一天要幹嘛 然後要怎麼拍 然後怎麼轉場等等的 我覺得在拍的過程中 你會慢慢的去找到最適合你的角度 最適合你的轉場 紀錄方式 然後你什麼時候該說話 什麼時候不該說話 我覺得這個也很重要 有些人是可以真的完全go with the flow 就是沒有在腦袋裡面想好 這一天要怎麼拍 完全拍什麼就是直接現場即興這樣 你可以兩種都試試看 然後看哪一種拍出來的成果 你比較喜歡 再來有人問說平常會自己煮飯嗎 會 但是沒有很長 一個禮拜就是大概兩三次吧 因為我覺得煮飯還蠻累的 還蠻麻煩的 再來有人問說 怎麼在好想放棄 或者沒有動力的時候 強迫自己努力的 我覺得不用強迫自己努力 就是你如果是好想放棄 或沒有動力的時候 首先好想放棄 那你可以看一下 你自己走的direction是不是錯了 就並不是你一直盲目的繼續努力下去 然後再來沒有動力的時候 任何工作都一定會有職業倦怠 那我覺得在你沒有動力的時候 也一樣是一個你可以開始反省說 你是不是怎麼樣可以增加一下你工作的新鮮感 或者是你缺乏的是什麼 是沒有成就感嗎 還是就是每天一直做重複的事情 那你要怎麼就是擺脫這個一直重複的事情 你可不可以automate 然後可不可以幫你自己找一些 你覺得更有意義 然後更帶給你成就感的事情做呢 我覺得這些都是 對於你重新把自己pick up很有幫助的 但不是盲目的 就是強迫自己努力堅持下去 最後一題呢 我把這個放在最後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收尾 就是自己一人在國外長期生活的心情調適 和一般人不知道的酸甜苦辣 到美國之後 所有事情都自己來嘛 所以你會學到很多 就是至少我自己在台灣 然後可能住家裡的時候 完全不會學會的事情 找房子啊跟房東談啊 或者是你在這裡買家具啊 組裝家具啊搬家 就是你聽過很多那種留學生必備技能 就是一些生活必備技能 但是在台灣就是如果我真的一直都住家裡 那我根本就不會用到這些 就是我從來不會有這些經驗 跟銀行處理相關的事物 或者是報稅 你知道美國報稅超級麻煩 或者是處理你的車子 像我去買車什麼車子的保險啊 然後車子要register啊 就是去跟DMV什麼 就是這些所有生活所事 我覺得真的都是到國外生活之後 首先你已經人生地不熟了 然後你當然不知道這邊的一些所有的程序 然後你跟那些人講話 比如說打給客服的時候 又是講英文 就是如果你一來英文不是很流利的時候 我覺得跟客服講電話會還蠻可怕的 所以酸甜苦辣 我覺得就是這些生活的小事 就是會讓你覺得說 哇你真的要獨立起來 然後自己學很多事情 但是當你真的學會之後 looking back 你就會覺得哇 這些事情讓你成長很多 學業也會有壓力很大 然後很累的時候嘛 然後工作工作也會啊 所以這些我覺得都是可能 你一個人需要調適 但是 also你在國外也可以交朋友 你可能也會遇到很好的朋友 可以在這些時候support你 或者是你不會的事情可以教你 然後在你很累的時候陪著你等等 所以我覺得並沒有那麼可怕 只是可能一開始還是有要習慣的地方 好 那這次10萬訂閱的Q&A就到這裡啦 希望有回答到大家的問題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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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